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最后一个part 我们要介绍如何来执行 一个可以硬体执行的专案 因为各位已经迫不及待要看 到底我们这开发环境 能可以开发怎么样的程式呢 所以TI也提供了一个 简单的闪烁LED这样的专案 让同学可以借由这个范例程式 来知道说 到底我们所用的硬体 可以做到怎么样简单的功能 所以我们来看下去 到底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专案 那我们回到检视范例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已经请同学安装的 Ctrl Suite这样一个package 当你安装完之后 你在开启范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可以选择 我们于是我们来点选 我们下面的所有的选项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实验 我们的硬体是我们的Experimental Kit 就是说比较大块那一个板子 上面有一个插卡 这样的硬体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 就是在Experimental Kit 下面有一个Example Project 选择F2802X Flash LED Project 我来点它 当点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会告诉你有几个步骤 来完成这样一个专案的练习 所以第一步骤是怎么样 我们要再入这个CCS 所以很简单 TI在这部分做一个很简单的导引 你只要照着步骤执行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 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点选第一个步骤 它就会把这个专案 再入到你的CCS 这样的环境下面 接下来再入完之后 我们第二步骤必须 来建构这专案 所以我们来build 这个imported的project 点完之后 我们看到说 第三步骤我们要征挫设定 也就是说我们要设定 我们硬体上的imulator 是什么 所以点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如何来设定 当然 我们设定方式可以用一种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们在CCS的环境下面 我们用 点到最上方这个project的名称 我们点滑鼠右键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视窗 一个pop up的视窗 然后选择最下面一个性质 properties 我们点选它 点选它之后 我们看到会出现这样的视窗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创建新专案的时候的视窗 我们在这个 这边device 我们可以做设定 如果我们是选择control stick 就是小块那一个硬体 就是选择这一项 如果是选择大块的 上面是个插卡式的 我们就选择下面 有个experimental kit F28027这样的选项 来选择 好 这边都有说明 看你硬体是哪一种 那最后你要设定 我们的征错器 所以征错器在connection 部分 我们要设定 sds100v1 v1 usb emulator 选择这一项 这边是实验版与仿正器的设定 都要选对 到时候才可以run 这个专案 好 那后面部分这边 它有一个 是你的linker command file 就是你的命令档 连接器所用的命令档 这边 一定要空白 你不要输入其他 你自己其他的 命令档案 好 这边就把它留成空白 就好了 当你设定完之后会发现说 整个专案它里面包含的一些档案 包含这么多 那当然各位 这只是个范例 你只要再录就好 你也不用管它说 每个程式怎么写 我们只是要 透过这专案来看看 如何run一个闪烁LED 这样的一个程式 好 所以这边看到说 它有一些包含一些档案 然后这边只需要注意几点 就是说 在整个专案下面 我们只能有一个cmd档 那当然什么是cmd档 我们在下一个unit 下一个单元 我们会介绍 我们的cmd档案的功能 但是在这边我们先不做说明 我们只能跟同学先说明 先讲说 在整个专案下面 只能有一个这个 对记忆体配置的cmd档 所以 这边我们选择了它内建的 F28027 flash flashing LED 这样的cmd档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画面 在cmd档 我们还留空白 就是说 它内建已经有这样的cmd档 如果你有出现其他cmd file怎么办呢 这边你就要注意到说 例如说你有其他的cmd file 在这专案里面 我们必须把它排除在外 怎么排除这个cmd在这专案外面呢 很简单 你只要点那个档案 假设这个28027 underscore ram.cmd 这个file 也被包含在这个project下面 代表说我们原本已经有个cmd 现在多 里面多出现个cmd 可能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一些 一些方式 导致这个project有两个cmd怎么办 我们必须把这个cmd 排除在这个专案外面 那怎么排除呢 我们就点这个档案 然后点右键 它这边会出现一个 Exclude from build 就是说把这个专案 把这个cmd排除在专案外面 我们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会发现到说 这个专案 这档名会有一个 斜线嘛 代表它已经被排除了 好 所以做完这步骤之后我们就可以 来执行 我们的这个专 这个专案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CCS主画面 我们点选那个 小瓢虫绿色瓢虫的 按钮 一点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程式在执行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硬体 它在闪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验操作的结果 硬体在闪烁 硬体上面的LED在闪烁的样子 各位同学 如果照我刚才所讲的步骤操作的话 最后按下一个 绿色小瓢虫的符号 就可以将程式 载入到 我们这个Piccolo Ctrl Stick的硬体 那执行的结果可以看到影片中 我们可以有一个LED在闪烁 这个LED在闪烁就是 我们这个专案主要的目的 然后在 硬体上面我们看到它有两个chip 一个是 USB的emulator 另外一个是我们 这个28027 的 DSP MCU 的硬体 好所以如果 各位同学操作方式没有错误 我们可以得到影片中的结果 的输出 各位同学 如果你使用的是 Experimental Kit的话 它执行的结果会是 这边的LED会闪烁 然后这个Kit主要是它下面有个 扩充板 上面才是我们 DSP的硬体 这个是DSP的硬体在这边 跟我们刚才讲的 Ctrl Stick不一样 Ctrl Stick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板子 但是各位在 执行这两个硬体的时候必须选 正确的 Project 这是在我们刚才在 Project再录的时候 一个是Ctrl Stick 另外一个是 Experimental Kit 这两个必须要选对 才能正确的执行 好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最后面 我们介绍了 如何 来操作一个 闪烁LED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是TI所提供 一个很简单的翻译程式 让各位同学可以从这个翻译程式当中 去了解 怎么样让一个硬体来动作 那当然TI提供一个很简单的LED这样的实验 未来我们会做更复杂的实验 包含了 ADC等等这样的实验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从这个简单的 专案的操作 可以延伸到未来 如何来设定比较复杂的硬体动作 好那这个单元我们介绍CCS的操作以及 如何创建一个专案 我们就到这边 那在下一个单元我们就要介绍说 我们如何来做记忆的配置 以及我们的 Command File 就是CMD 档怎么来做 怎么来做设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